Hello 大家好 我是波仔 歡迎回到堅仔跟進馬節目時間 繼續和大家去前瞻 回顧和追蹤一些跟進馬 看到沙田的背景 星期日 沙田馬場繼續有11場日馬賽事上演 亦都是貴尾 壓軸 這是一級賽 借打杯 氣馬雖然不算十分頂盛 但也有少少看點 時事勝出有沒有機會可以遺免 好了 我們繼續去前瞻 未來星期日賽事有些跟進馬的機會 回到堅仔賽馬APP的介面 免費下載你的手機平板電腦可以使用 好了 第二場賽事 都有跟進馬數上陣 先看一看這組十四步的賽區 其實他們的近況 又或者他們慣常的跑法 都未算太前置 估計這場的步速不會太快 加上近期真的天情地快 是否擺前走的馬會好處呢 這一場一隊看到馬名紅字組 就不是現在遞門 就是之前波仔跟進的馬匹 二號馬天意 今次就潘頓上陣 最近那貨集都算是幾快的 可以擺在前面 旁邊八千絲、行星夢 雖則一隻贏一隻輸 但他們也有前衝不錯的馬 近幾場天意 直到取位的祭遇 真的差到沒有人有 看看今次馬 最近的狀態都不差 現在就是怕潘頓 需不需要打止痛針上陣 還是更加要換人 因為昨天他排完第一場落馬 說過榜的神色真的不太好 看看他有背脊骨落 不是 背脊的背霜 希望就沒什麼事 計馬在這裏 始終是五班會比較好 而另外 五號的愛逍遙 今次他可能會賺到前置的優勢 雖然近幾場真的差到沒有人有 不過 他上一場在623總場次 現在看錯視又不是太差 赤馬洪峰 喜多禄 無極戰士 三隻馬再出 表現都不頑皮 證明賽事水準也不差 今次轉配備 預計他可以擺前陸檔 如果真的地很快 好利放 小心這隻 成爛門可以走位一陣 如果說到623的話 第二場中還有一隻情浪拍檔 都是出自這一組 田草的性能應該比菊草更好 所以這隻都可以兼顧 暫時在第二場的範圍 我先選這幾隻 去到第六場 這個3T場合 有4匹的跟順馬會一起上陣 先講下9個家庭 我自己跟順的時間就是泥地 這隻有腳韻的馬匹 不知為何近這兩場 繼續跑回草地 所以跑回硬均均地 他上一場馬上比較遠 他未轉回泥地 我暫時就放在他一邊 而另外3匹馬 4號馬的忽雷 8號的機械戰士 甚至乎10個蕭搖區 3匹都是上一場同場跑過的 忽雷和蕭搖區 在模式上 他稍稍複了形勢 因為超速 機械戰士和合火連帶 3匹馬都同樣後追上來 看來這一組 但斷速未必太快 不算多快馬 忽雷有機會是賺了 部速形勢 假設地很快 頭幾場 不論短途長途 都是你前頂的話 他要提高這個機會 另外爆馬機械戰士 是少少換了雷神 應該揮高 或者他也要看看雷神 這隻馬是比較冷性重 希望他一路轉彎 假設場地平均 機械戰士就要後上 可能會幫得到他 但賽前我稍微放回配腳 因為暫時看來第六場 就不算馬 步速比較快 所以都是前二馬 可能會有好處 而另外 瘦馬蕭搖區 上一場都放在前面走 因為當日5月2號 其實跟前都不算吃虧 同日有隻飛翠鳳凰 同扣都是這樣贏 所以都不怪他 回來輸2個多馬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今次的檔位稍稍差一點 但他也有機會賣到耳疊 所以這幾隻馬 我都在這個範圍 四選中先 好 去到第11場 首尾門 相信都會全日最熱的其中一匹馬 就是4號大紅瘡 但上一場 爺馬的姿態都真的厲害 蝕著慢步速 還要再穩位之下 可以回來追贏了 其實這三尺馬 這一組不算多快馬 我預期這隻大紅瘡都可以守好位來跑 有機會再贏一場 現在阿芳手手落後 這賽兩場 我相信都要加把勁 立刻追上來 熱就熱一點 但這隻大紅瘡都是機會馬之一 來到第二節 我們要回顧之前的跟進馬 在再日谷草賽事表現 我們回到堅仔界面 頭唱 七號碼金剛複星 上一次的標題馬 沿途雷神的捉毀 暴速 我覺得對他都沒有不理 因為都貼藍 暴速也是夠快 直路 打開網空充斥的時間 都不太理計 但最後的時間 追不到Q不得已 還要被一隻更加被動的起多路 蓋過了他 的確是相當失望 不知道會否換些配備 或是換路程 但要重新估計 這隻金剛複星 自己也有眼睛看錯了這隻馬 看看下一次會否轉配備 和雷神再跑 暫時就要觀望這匹馬的進度 好了 去到第四場的時間 這匹大門紅衣火王 表現的確是馬馬 我們看看競賽事件報告 去到最後一段 也有問到田太安 這匹馬 為何昨天真的表現這麼差 他就說 歸咎於早段和中段 耗力過多 但我覺得 有點說不通 因為旁邊的 有運來 又或者 用眼光 回來都到的 唯一再給少少個藉口 就是 是否真的不喜歡被馬 押著跑 因為大前鋪 跑第四 上鋪 直腦在外面掌握人 一直上前 是否真的 被馬押著 三歲 還是有些心臂 很成熟 這要留意 還有 他搶馬欄 我覺得他沒什麼跑錯 因為 也有想過 這場馬 如何克服外檔 好過半丹丹三碟 所以昨天 是有點失望 看看稍後時間 會否有一個 獸醫珍寶 再去更新 會否有腳傷 或不能癒痕 等等 而令他表現差 以這場賽事來計 紅衣火王 是不合格 下次再上陣 希望這批三歲 也會進步 再下去 星勢和黃寶 都是之前跟進過 提供過馬匹 順利贏馬 尤其是升勢 昨天勝出也有點險 加了分 下次應該當他5分 讓他繼續在四番跑 揹著重磅 要小心 看看 拆組 四番千二 我相信他未必會過沙田 繼續在谷草路的攻堅 要小心 下次有什麼頂磅 黃寶 真是大步 和有氣量的馬 越走越順 贏得都輕鬆 因為這次贏了一個多馬 我想加分不是太多 有機會如果季尾再出 時間都會再賺一次 因為始終去到季尾 地化擺前傾優勝 都是有賺的 所以如果兩隻 可能黃寶再有機會 爭取頭馬的機會比較大 好了 來到第三隻的時間 我們當然要看看 5月19日谷B 這一晚有什麼馬 是值得跟進的 我們回到堅仔賽 買的界面 第四場 我會選擇了一號的古浪順風 昨天如果大家有登入堅仔賽賽 的場面 看到波仔寫第四場 心水的時候 多有提及古浪順風 有班底 下台四班會有理 不過找到陳佳希跑 就不容易發揮這匹馬中的內閃 看看他又跑得如何 昨天他排著九檔起步 橙地色 藍三這隻是古浪順風 起步不太慢閃 但是前面的馬 前速實在太快了 所以第四場 我估計 我不是估計 意思是看段速 和三甲馬的模式 都應該是平均的 亦有些後追馬上來 好像陽明高高 看看這隻的古浪順風 沿途是留得比較後些少 直路上面 去到彎中的時間 現在在尾椅上面 其實他回到最後800米的目段時間 所做的時間 都跟標準差不多 他有少許多 陳佳希都知道 要用右手邊 一路趨趕馬上來 拉斯的時間 再望空 他越撲越近 其實外面龍寶寶 背著重磅 穿把谷操都追得不錯 不過 古浪順風 始終還沒有交代 下一次 下台四班 證明他這樣 這情況之下 追回上來 在班裏上 都真的會好處 在四班裏面 菊草 大家都是輪流勝利 好像高明進障 平安寬升 大家用力不太多 之後用力多了 我就可以保重 所以 這隻的古浪順風 在四班 下次如果找到判斷 或者一些眼光少少的騎士 反正都是重磅 不如找個實勝一點的騎士 去發揮這匹馬 排牙落洞 可能會更加有利 所以 古浪順風貴律 都未交代 要留意著 我們打開 爛鐘裏面 做一些筆記 我覺得60分 是有利的水平 加上 昨天這場 他也是少少的 形勢 不太遷就他 打開出賽提醒 要儲存回 那就搞定了 好了 另一批 跟進馬 就在第七場 我選了 戰童3000 這場 如果大家有看貼士 就跑了二三選 就是平安寬星 以及以戰養戰 當時 我沒有 即賽前 沒有貼到戰童3000 甚至乎 在堅仔賽馬論壇 我覺得 他會不會晚閘 加上功夫之前 會不會有利 結果跑出來 都超乎這個預期 臨場的臨場 臨場的臨場 也是隔天硬 我們再看看 戰童3000 跑成怎樣 起步的時間 其實他三檔 都不是特別快 可能狀態 沒算很夠 因為他真的 去到四月尾 才跳回快功夫 看看這隻戰童3000 現在在第三碟 彎中的時間 再要兜出去 永同歡欣 拼出去 大外碟 這樣踩油上來 雙帝的腳程 比起貼欄的平衡風升 和二戰 仰戰 真的虧了很多 回到來 以為一度的勢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是可以吹過了 結果都不是 放回第三 但以昨天的短途賽事 來計 三碟這樣上名 其實都不多 希望這支戰童3000 就不要這場用力太多 腳程走路 而令到他有什麼損傷 如果保持健康正常的話 如果保持健康正常的話 現在的低右升班 大家的進度 或者體力上 都可能七七八八 繼續去三班跑 都真的有機會征服 所以都可以繼續跟進 好了 戰童3000 下了一點筆記 步速上 去到第八場的時間 這場都是稍稍編快 他可能會賺一點 但是在彎位 其實整體的制宇都比較差 不理 也是轉彎走三接開外 所以都是值得尊重 都是虧了的東西 出台提醒又要打開 儲存回他 那就大功告成了 好了 今次的節目時間 三節都和大家 聊過一些跟進碼 和前瞻 希望大家都很喜歡 如果喜歡的話 下面的手指按LIKE 按LIKE一下就夠了 按兩下 我按走了 未訂閱的 我們的Youtube頻道 堅仔採賣APP 也有個紅色訂閱按鈕 按下鈴鐺 有上面有直播 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 好了 如果第一次看到我們的節目 如果想知道 堅仔年月日費 究竟是怎樣去訂購 甚至乎加上10吋的平板電腦 又有些什麼優惠呢 在節目時間 有少少的廣告片送給大家 都可以留意 好 接下來 下一次堅仔跟進碼 節目時間 當然是下星期一 到時再和大家一起聊 拜拜 拜拜 什麼 堅仔會員被人集體打劫 還打劫得很開心 放心 堅仔會員不是傻了 只不過說5月5號菊草夜賽 他們齊齊用了大手升降 當日大手升降一口氣 你貼中了7條的落飛Q 真是准到你不信 當晚條條Q都被大戶落飛 打劫了幾成 堅仔賠率系統 當然是輕鬆幫會員捉到應 難怪他們被人打劫 都打得這麼開心 說實話 你入刨夜刨了這麼多年 有沒有試過九層馬中7條Q 不是說你刨馬沒用 但好像不是很夠用 事關幕後班大老闆一早談好數 哪隻去馬哪隻不去 一早夾好下飛了 所以你刨完馬 最好下飛之前 看一看大手升降有沒有飛 有的就買 沒有的千萬不要買 贏率就會提升很多 吳征 你想想 你刨完勝馬那次 是否通常一隻馬都下飛 如果是的 即是不下飛那次 你多數都會輸 其實看回剛才的例子 你就明白了 九場馬七場都是下飛 即是不下飛贏的只有九分二 你要刨中才是九分二 但如果你再看下飛才買 即是全晚九場你有七次機會中Q 堅仔大手升降機就是幫你看看幕後大戶買些甚麼 再用最快的速度告訴你 讓你避開不去的馬 所以看飛真的很重要 可能你說 看下飛而已 我看電視六架飛都可以 那當然是不同 首先大手升降機一定比你家的電視 間接令你由跟不切變得跟得切 這個之前說過了 不多說了 第二大手升降機可以幫你看到飛是真還是假 因為我們有所有下飛時間 下飛幅度 下飛了多少錢等等的詳情 你不看完這些才買 肯定就吃虧很多了 這個功能坊間並不是沒有 不過很貴 而我們堅仔只收你19元一個賽日 肯定是全港最便宜 全港獨有 想知道多些或想訂閱 Whatsapp或者打給我們 5536 1016 最後一張 再次追蹤